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沙坛城》 一直用沙石绘制的坛城 坛城是诸佛菩萨的净土 每一位本尊都有各自的净土 然而在法会期间 沙坛城亦是引寝本尊降临的地方 见者可以因心生欢喜 进而对法生起巨大的信心 也可以种下解脱的种子 体验诸佛菩萨净土的殊胜 绕坛城的功德 亦如绕佛绕塔的功德一般 殊胜庄严 在我们这一次所举办的 马哈嘎拉的法会当中 彩沙坛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整个法会的修持 就是围绕着这个坛城来进行的 这样一个坛城 它不仅仅是一个彩沙坛城而已 这是如来藏的功德 完全的展现 在这个法会当中 如来藏以马哈嘎拉 也就是本智护主的形象来展现 当然在这样的坛城当中 我们不会把整尊的马哈嘎拉形象 画出来 而是会象征性的表征来展现 马哈嘎拉 那么一般来讲 护法神的表征 是以其右手所持的法器来代表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坛城里面 最为中央的部分 是一支黑色的金刚月刀 这个金刚月刀 在坛城的最中央 所代表的就是马哈嘎拉 那么在其外围 有着八瓣莲花 八瓣莲花所代表的是 马哈嘎拉的主要眷属 八大户主 而在莲花的外围 有着一个三角形 而这三个三角形当中 有着马哈嘎拉的最主要的三尊眷属 分别是四面护法神 六臂护法神 跟哄行护法神 这三尊 而在三尊的外围 再有着三个半圆形 三个半圆形就是这三尊护法神的佛母 那么在这个之外 有个四方形 这四方形当中有着八次护法神 或者说八种教翅的护法神 那八种教翅连同中央三角形 还有八半莲花跟中央的 马哈嘎拉 我们合称为是大乐坛城 以中央由内向外来计算的话 第二个四方形 这个是属于义坛城当中的义坛城 而义坛城它的材质是由 骷髅、旧头颅跟新头颅三者 所购置而成 由外向内来购置的话 最外围是骷髅 接着是旧头颅 再接着是新鲜头颅 以这三种头颅构成了义坛城 那为什么要以头颅来构置坛城呢 因为其清净相的意义 分别代表着 头颅是法神 旧头颅是报神 而新鲜头颅所代表的是化神 因此这个义坛城 它所表征的意义就是 三身清净所显现的坛城 而在坛城的内部有着粉白色的图案 这个所代表的是脑浆海 脑浆海它的含义是法界体性质 法界体性质在还未清净之前 是属于贪真吃当中的鱼吃 鱼吃进化之后就变成了法界体性质 而法界体性质以形象在这个马哈嘎拉坛城当中显现时 就会变成是脑浆海 而三身的意坛城 枯鲁 材质的意坛城 则是构筑在法界体性质所显现的脑浆海上方 接下来这是属于羽坛城 羽坛城的话 主要的是以女性护法神作为守护神 因此在这当中有所谓的金刚六十四位使者 还有护煞的三十二尊等这些护法神 比较耳熟能详的为大家所知的 像是吉祥长寿天女五姐妹 或是金刚玉灯女 或是称为金刚翡翠灯女等 而这个羽坛城本身宫殿的材质 是由三色的模拟堡所形成 分别有白色 有红色跟蓝色等这样的模拟堡 由模拟堡所构筑而成为第二层 由外向内属的话是属于第二层的宫殿 在这样的宫殿内部 则是由邪海所围绕着 或者说这个羽坛城 它是构筑在邪海之上 一般如果只听到邪海 会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要构筑在这个邪海之上呢 其实所有的坛城 我们都必须以清净向来看待 外向是邪海时 它的根本意义指的是 贪欲清净而后所显现的坛城 所以一切轮回的根本来自于贪欲 所以当贪欲清净时 那么就构筑成了 这个由三色模拟堡所形成的羽坛城 它是这样子来形成的 那么在外围我们有看到一些 在黑色的颜色上 有着白色的像是宝珠一样的图案 这个我们称为是阴落 也就是作为在坛城的墙面上 所装饰的这些饰品 这是有着它这样的一个意义 那么在四门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过的 是由女性等护法神来守卫者 包含着金刚使者六十四尊 以及护煞女神三十二尊 而在这个坛城的前后左右 各有四门 在这四门当中 也是由主要的女大护法神来守护 像是在东门是轮回之王 简称为有王来守护 而在南门则是由吉祥长寿天女 作为主尊来守护 至于在西门的话 则是由金刚翡翠灯女来守护 在北门则是由窟窿 我们也称之为是坟林祖母 来加以守护 以女性的护法神来显现的意义是 基本上在密法里面 女性是由空性所显现的 所以空性母不是别人 空性母是我们内心本质空性的彰显 空性以形象来显现时 就变成是女性的形象 因此以女性护法神来守护宇坛城 而宇坛城在金刚布 莲花布 宝布 结魔布等 还有佛布等这五布当中 宇坛城所代表的是莲花布 莲花布也是贪欲清净的象征 因此在这个坛城里 我们刚才应该有说到 是构筑在邪海之上 这个邪海基本上是贪欲的显现 当贪欲进化时就变成是妙观察制 而妙观察制在这个坛城当中 就以邪海的形象来显现 所以基本上宇坛城 它就是三读当中贪欲清净的象征 再来是最外围的四方形的深坛城 这个深坛城看起来 似乎是就这么一点大小 实际上这样的深坛城 是连整个虚空都容纳不下的广大 而在这样的深坛城当中 它囊括着整个三界六道当中 所有的神明 不管是大饭天也好 乃至于到地狱里面的任何一个鬼神也好 全部都囊括在这当中 所以虽然说在遗鬼里面所说的是 在这个深坛城当中 有着天龙八部各部的护主所守卫着 但实际上每个护主都各有其眷属 每个眷属又各有其眷属 所以这当中的神明是无量无边的 而且这里面也不是只有一位神明而已 我们要有的认知是 所有的虚空当中一切的世界里面的每一尊神明 可能如果是太阳神的话 那么就有这千百万亿尊的太阳神 都必须囊括在这里面 因此我们要理解就是 整个坛城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已 就像是马尔巴义师所说的 属于能权或说能与表征的 辟喻谈成 这是用白话来讲 这是打个比方跟你说 这里面有什么而已 实际上就像是佛的功德 无量无边一样 这个谈成里面的装饰 里面的内容 内涵也是无量无边的 因此在这外围的谈成当中 如果就仪轨里面所说的神明来讲 这里面含有着天龙八部的 每一部当中的护主 像是天人护主 就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大字在天 这当中还有着他的眷属 然后像是龙族的护主 像是魔部的护主 像是心耀部的护主 像是鬼王部的护主 像是麻木部的护主等 这些护主都是无量无边的 守护在这个深谈成 也就是这个谈成的最外围 那么他们虽然看起来形象不一 可是实际上跟最内部中央的 本质护主是无二无别的 在这个深谈成当中 当然守着门的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八大护主 那么这个谈成主要的是以五种材质的宝石来形成的 分别最外围是白宝石 然后是黄金 然后是红宝石 然后是绿宝石 以及琉璃等 以这五种颜色的宝石来构筑成这一座深谈成 那么深谈成本身建筑在 我们从这个谈成来看 可以发现它是在外围有着 像是象牙一样的 前后左右有着象牙一样的这个造型 最下方我们看到是蓝色的 然后在画面的左边我们看到的是黄色的 然后在画面的上方 也就是西门的部分是红色的 最后在画面的右边 也就是在北门的部分是绿色的 这看起来像是象牙的造型的 这样的宫殿 其实基本上它不是象牙 它是金刚柱